好來電腦給我 3 2 1 好來接下來 誒等一下 剛剛我說要摳的影片都摳了嗎 摳了 都摳了齁 好來 把頭給去掉 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有 有一大堆效果 在這邊 在這支影片上面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如果把這個影片一刪掉 所有東西就消失了 這個 它效果是跟著影片走的 好來 接下來 我們要玩一個超級偶心的東西 這是我剛剛 叫你們摳的那一支影片在 這裡 這是我剛剛下課的時候在外面拍的 好來 同學有入鏡耶 好來 好 好 更改序列測試好了 這樣畫面比較 我們大哥入鏡了對不對 好來 這個東西我們看一下這支影片 我手拿著然後一直往前走 再怎麼樣它就是晃動晃動晃動 我個人就覺得非常討厭 這種感覺 好來 我們前面因為 前面因為有人擋出 有一個人 但是比較比例 好那個比例太大了 我們先把大家 我們從這邊開始用 好 接下來這一個功能 我覺得根本是 Adobe真的是 佛心大發 佛光普照 好來 這種晃動的影片 最早前基本上沒救 它就是沒救 除非你一格一格去修灘 誰有這種時間 後來那個 After Effects裡面 有這個功能 它可以讓你晃動的影片 變得不壞 但是那個過程也滿麻煩的 而且不容易處理 然後新版的Cremier 居然把這個功能給加進來了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介紹 還記不記得我講說 那個手震影片會變果凍 有嗎 我好像講過 果凍就是會扭曲 所以在這裡 你這樣記 一定不會忘記 果凍會扭曲 看到沒有 這個Dictive的這個功能 扭曲功能 扭曲功能裡面有一個 D8的 很長的 這一個 變形穩定器 不是果凍 扭曲裡面有一個 穩定器 其實為什麼要寫 變形穩定器 我就覺得 他們的翻譯真的怪怪的 其實它就叫做穩定器 我直接把它拉過來 要考驗電腦的 爬 你會發現一拉過來 它就在後台分析 這個就是電腦運算 所以我只試了16秒 我們就處理16秒 因為它這個處理是非常非常佔支援的 以前在After Effects裡面 你要給它參考的點 參考的點是不能好的 然後讓它整個跟跟跟跟跟跟 跟完之後 如果有沒跟到的 你還要去手動的一格一格去跟 再跟完都確定之後 再下一個指定給它X軸跟Y軸 都要同時穩定 它就會幫你運算 運算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穩了 可是呢 後面旁邊黑框一大堆 一下黑框上面一下黑框下面 你還要按照 抓一個框最 黑框冒出來最多的地方呢 去把影片拉大 去把它位置移過去 讓它畫面 它完成 在這邊 它一次通通 這些手動的動作 通通幫你一次完成了 就但是呢 那個關鍵的是 電腦很好支援 但是動作你們應該知道了吧 來看一個喔 這一個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除非你們買穩定器 不然你們用手持拍的影片一定會震動 但是如果畫面震動超過一個太大的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畫質變很差 因為 好來看這邊喔 為什麼 為什麼震動很大的時候 畫質會變很差 這是我們設置的螢幕範圍 然後我們影片拍的 跟它一樣大 對不對 所以影片就會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它穩定的 它的那個運算邏輯是什麼 你今天這邊 有一個人在這裡 好 然後人就會上下跑 上下跑 上下跑 對不對 當它的運算邏輯就是 你的畫面在抖的時候 它讓你人始終維持在中間 怎麼維持 就是讓畫面溢出去 你畫面往上抖的時候 它就跟著讓畫面溢出去 但是下面是不是就空一塊 就會有出黑邊嘛 我們講說影片太小 不是就會出黑邊嗎 但是呢 人相對於這整個畫面 它就始終在中間 那往下的話 它就往下補 往左它就往左補 那補完之後 人都固定在畫面中間 穩定的沒有錯 但是旁邊這些黑邊怎麼辦 它會把影片放大 它自動把它放大 放大到把黑邊蓋完 那你就會知道 你拍1080T的影片 進來之後 它其實會被 例如說 它可能會被裁掉 剩下900 但是呢 被裁掉剩下 直接被裁掉了嘛 裁掉剩下900 它又把它放大成1080 所以我講的 你比較小的尺寸 放大 它就是會補掉 所以你這個手震 只有一點點的時候 那1080它只裁掉了 裁成1040好了 它又放回來 你沒有感覺 不明顯 可是如果你1080被裁掉剩下700 那就等於相當於你 你拍720T 硬拉成1080T 就補掉了 所以你那個手震 就有防手震功能 事後防手震功能 我儘管震 是不行的 那個畫質的時候會變爛的 好來這個運算完了 還記得剛剛 剛剛的那個程度嘛對不對 好你看一樣 我們拉過來的 這邊 左邊這邊有沒有 變形穩定器 就在這裡了嘛對不對 好來 我們看一下 運算完 有沒有發現 就有穩定器的效果 很像你拿著穩定器在走路 你說要到百分之百 像人家那個 給你那個滑軌這樣子推 那是不可能的 要搞到那樣子 可能電腦會炸掉 然後但是它就有點像是 手拿著穩定器 有沒有手拿著穩定器 往前走 你記得它以前還長什麼樣子嗎 來看一下喔 我們所有的 從旁邊 從左下角這邊 拖進來的效果 或者是它這邊 原來內建好的效果 只要你有運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都有個fx 這不是數學喔 這個就是它要運作 不運作的關鍵 那這個 例如說這個穩定器 我如果把它fx關掉 這個就是我停用它了 你用它就會回到 你就可以试看一下 喔原來原來是這樣 原來的效果是這樣 好 那我再回覆它 效果後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你 像你剛剛的模糊度 到底你變換了多少 可以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可以看 這個fx用跟不用的關鍵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穩定 走 穩定器 這個真的是太佛心的功能 尤其當你們沒有穩定器 跟好的腳架的時候 好來 試試看這一個 你可以有穩定器嗎 嗯 你有穩定器的功能嗎 沒有啦 怎麼那麼專業 你換一個角度喔 也就是說 這一個軟體 就幫你買了一個穩定器 對不對 小穩定器 像手機的穩定器 一台應該是 稍微普通的 大概是兩三千塊吧 如果相機的穩定器 還可以用的 大概成功是五位數奇跳 所以呢 你就會覺得這個軟體 幫你省到的錢 來買這個軟體 也就夠了 好來 看喔 就是扭曲 要記得可以記喔 扭曲 然後什麼 變形穩定器 這個用紅筆喔 所以這個一定要知道它在哪裡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試題效果 冷卻效果 變穩定器 嗯 嗯 三尾三尾 是新開的嗎 新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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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加他印算完就算OK了 是不是 對 這個畫面我沒辦法讓同學 來 那個同學你手邊先停一下 你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 好看一下他那個紅色的色塊裡面的字 看到了就可以回去了 看到就可以知道他裡面寫什麼就可以回去了 如果你是開全新的檔案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你如果是在舊的檔案 然後把這一支需要穩定的影片 匯進來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產生這種問題 知道他講什麼意思是你舉手 來看這邊 我剛剛講過 放進來之後 這個穩定的原理是 他震動 應該是講說 本來 是人震動 對不對 所以 你 人往上動的時候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畫框喔 不是畫面 不是畫面 畫面在這邊 你 人往上跑的時候 他畫框就跟著往上跑 所以相情之下你人還在中間對不對 人往下跑了 畫框跟著往下跑 畫框的人還是在中間 他的原理是這樣 所以 你的 素材 的框框 就是你是1080p的 你的 專案就要是1080p的 不然 你如果 專案是1080p的 你的素材是720p的 本來就已經在中間的時候 他是不會運算的 因為 他沒有基準框給他對了 因為他跑出框 他抓他 跑出框他抓他 可是如果你的素材 跟專案不match的時候 他沒有 他沒有依據 他沒有那個邊線 邊框可以去跟著他一起跑 就會出現那個 懂了嗎 所以 你剛剛 拉進來 這支影片拉進來的時候 他應該會跳一個視窗 問你要改成跟視頻一樣 還是維持你原來的設定 對不對 應該有 沒有 那我們把它刪掉一下 應該是用聽老師的設定 這樣 對 作詞 8 2 4 6 4 4 5 6 5 6 6 2 这个是 你好 你闻静静搞定 等一下 然后 来 跳去 来 那我们的档案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能要开定 一个档案 来做个档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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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吗 这个应该就是考验电脑而已 但是重点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 它在算是吗 对 那个蓝条白字在那边它就还在算 它算完了之后它都会自己会消失 消失了就是好了 那么 好 来